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点一滴小厨房 今天我们来做柔软筋道薄乳质的春饼 下一期呢会给大家分享烤鸭的做法 是不是很期待,赶紧加上订阅 普通面粉就可以,加一点盐,增加筋性 水温呢大概是60度左右 我之前有试过80度的热水 它的成品呢确实是比较更柔软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成品以后啊 它不好揭,容易破皮 成团就可以了 现在表面呢看起来还比较粗糙 但是没关系,先让它休息10分钟 10分钟以后呢再来揉 这时候很轻松的就揉光滑了 饧面40分钟 咱们来调一个油酥 什么油都可以啊,加面粉 油和面粉是2比1的比例 油多面粉少 面团咱们先取一半 这时候不需要揉了 咱们直接搓成长条 分成8个小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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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点粘的话就撒一点面粉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像擀饺子皮一样 刷一层油酥 其实刷油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比较滑 然后你擀的时候呢 它容易跑来跑去的 就这样叠加 然后以此类推每一层都刷 最上面这层靠外面 就不用刷这个油酥了 然后先把它按一按 然后反过来一定也要擀 你看我这个就有点小了 就是最后一张和第一张 特别容易小 两面倒着擀 刚好8个一锣是1T 冷水上锅 水开气时蒸10分钟就可以 接的时候稍微慢一点 轻轻的接 它就很容易的就接开 卷菜卷肉都好吃 还没有关注的记得加订阅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 下一期的烤鸭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